男人小心地打开车窗 下一秒 大量的泥土就顺着车窗涌了进来 男主吓得赶紧关上 他气得大喊 难道自己真的要死在车里 这时 车子的天窗突然破裂 他吓得赶紧拿出胶带粘上 可胶带根本不起作用 眼看天窗就要塌陷 男主立即又拿出方向盘锁 卡在了天窗凹槽里 幸好这样还能撑住 男主这才松了口气 他拿出车里仅剩的一瓶水 接着全部喝光 可刚喝完他就后悔不已 水都喝光了 接下来喝什么 算了 既然喝都喝了 不差这最后一口 男主心一横 直接把最后一口水干了 可他转念一想 不能就这样等死 于是 男主开始在车里 翻找能逃生的工具 一捆电线 一桶机油 一卷胶带 还有手电筒和一个折叠座椅 这些似乎都不能派上用场 突然天窗的裂缝开始滴水 男主见状赶紧用嘴接住 现在一滴水都不能浪费 他拿出银行卡折叠 然后插在瓶口 这样滴出来的水就能流进瓶子里 很快 男主就收集了满满一瓶 水源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随后 他拿出纸巾垫在胸前 打开一袋饼干开始享用 在这种条件下 能吃到饼干 简直就是奢侈 刚才借的泥水 被男主一口气再次喝光 吃饱喝足后 男主开始想办法自救 他拿出一根铁管 想探探泥土到底有多深 他顺着天窗裂缝捅了出去 没想到天窗又开始漏水 男主只好先用报纸堵上 随后 他用小刀在瓶盖上钻出一个孔 把瓶盖用麻绳系好 然后再将麻绳穿进铁管 他再次尝试将铁管捅出窗外 由于天窗被泥土覆盖 男主越捅越吃力 于是他拿出千斤顶开始撑 直到把千斤顶撑不动为止 但还是差了一点 男主又拿出毛巾放在肩上 接着用力一顶 然后再用电线伸进铁管 把瓶盖顶开 终于男主看到了希望 铁管的尽头正是他渴望的自由 激动的男主 赶紧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可没想到 他下一个举动 差点把自己给害死